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看对行政行的控制 这个行政行我们要保证 这几个方面控制 第一 对选择了被行政者 设计行政行以及发出 和收回都要保持控制 首先是被行政者 被行政者我们是根据具体情况我来判断 来判断 根据我们刚才有寒证的决策嘛 要不要寒证 向哪些客户进行寒证 这个一定是要注册官司做出来的啊 我们有的题目里面写 这样的写啊 说注册官司根据 被使用来提供的被行政者的 名称 地址 来发行 这句话对不对 他的注册官司根据被审计单位提供的 被行政者 那他的前意识里面这个题目的前意识里面 这个被行政者是谁 确定的 是被行政单位确定的 这是不恰当的啊 被行政者是由谁来 确定呢是由注册官司 设计寻证刊 我到底是采用极机式寒证 还是消极式寒证 还是联名信息 还是不联名信息 这有注册口在控制 不能交个背行单位去写啊 罚出和回收 都应该有注册官司来控制 你罚出能不能交个背行单位去发出去啊 我们这个寻证刊有点要注意啊 寻证刊是要不要经过背行单位盖章啊 也就是说背行单位盖章 一章子 盖下去 难道我被他看不到 我们寒证的信息吗 那他看到信息了 他马上跟对方去联系 注册官司给你问的这个金额啊 我印刷账款里面记得是2000万 你真是只签我们1000万 你到时候回复的时候你不要这样说啊 你说就签2000万 他跟对方联系串动起来 怎么办 我们在实物中我以前是这样做的啊 就是 在发函之前 我就有很多空白的 寻证刊让他先盖章 让背行单位先盖章 然后他就不知道我向哪些单位进行函证 什么时候发出去他也不知道 函证的内容他也不知道 是吧 所以呢这就是一种必要的控制 我们在 寻证刊发出之前应该核实 寻证刊中所填列的信息 寻证刊填列信息包括金额啊那些等等 还有呢是什么 实际上呢包括信封 名称地址 他的真实性要核对 就是对方 提供给你他的 名称地址 就是我假设要跟他 要给被给这个背行单位 要他提供 所有供应商 和客户的 名称地址联系方式要他提供给我 那么 如果背行单位提供了 我们前面讲过了的 只要是背行单位提供的信息 生成的信息 我们都要核实这个信息的什么 核实他的什么 准确性 和完整性 第一 你填的地址对不对 你是不是把所有的供应商 和客户的 这联系方式都给我 这是要核对的 要核对的啊 对发售和回收 寻证刊过程保持控制 这一定要保持控制啊 第2回收的时候 回收的时候我们要评价回函的可靠性的时候 注册或者应当对 寻证刊的设计 发出和收费情况 我们要进行分析 这个呢采用什么 采用 回函情况控制表 回函控制表 我们 我们前面不是讲了吗 哪一份寻证刊 是发给哪一个单位的 采用的是极其式喊证消极式喊证 列明的惊恶是多少 对方回复没有 回复的惊恶是多少什么时候收到回函 把日期写 对方回复的信息是怎么样的 这一定要 先要 要有一个控制 有一个控制表 同时呢我们要考虑 被寻证者他的 生的能力 他对这事项的了解 以他的客观性 以他的独立性 授权 授权回函的情况有时候有一些 授权回函的 这个授权回函的 是吗 有的是他授权他下面单位回函 或者因为某一个事项 因为对某一个事项可能下面单位更熟悉 但是授权回函也要求什么 有这个 他的这个我们韩正的背寻证单位 他的 这个 他的一个回复 他在上面要说明 以及对韩正项目的了解极其客观性 是不是 这是呢 我们要评价的 背寻证单位 私价的限制和回函中的限制 这个我们后面讲啊 背寻证单位他可能在 回函的时候还加了一些其他的话 对我们呢 对他的回函的可靠性有没有影响 我们再来看看 不同的函证方式 我们注册款是如何来控制信函的发送和回收 首先我们来看看邮寄方式 这是我们在省级中 用的最多的一种方式 我们邮寄啊 一般是采用 一般在实物中 一般采用了中国邮政 或者某某 这个 风是不是 对方能够 恰当的接收并且有正确的签名 我们因为在底稿里面要表明是什么 我们已经发生了寻证函 我们要对发生的寻证函我们要记录这个运单号 要在 要把这个 我们要底稿中要 要表明我们怎么来证明我们已经发函了 有时候对方没有回函 那没有 那就没有回函不能证明说我发函了我们说函这是一个必须程序 所以你要在底稿中 要保留这个运单号 并且保留这个 整个 他的 对方签收的整个这个 信息要从 这个快递公司网站里面把它打一下来 以前我们是什么呢 以前我们寄信的话 像中国邮政为什么采用中国邮政呢 因为他有一个回 他有一个 他有两年有一年是要给你的 以前是要给你的 你就把它贴在你的工作底稿里面 表明我是已经什么 发函了最早的时候他没有 因为这个传递的信息在网站里面是没有的 最早的时候 是这几年才有 什么 这个信息发大了 这个讯件什么时候发出去的 包括哪个投递员 都知道 是吧投递的 谁签收的签名 这痕迹都有了 所以现在呢 我们就把这个痕迹的把它 记录在工作底稿里面表面我已经发函了 当然在发函之前 我们 要 核实 这个所填的的信息 以及地址 包括回函的地址啊 回函是寄到备刑单位 还是寄到会计事务所 我们一般是要求寄到会计事务所 我们有的事务所专门有寒证中心 你就寄到我们事务所的寒证中心 那回函可不可以寄到备刑单位呢 可不可以 是可以的啊但是必须由注册官司亲自接受 不能由备刑单位转交给注册官司 这是呢 回函的 这里包括回函的地址 信封 回函的地址 在寄发时 注册官司在何时 又被寄刑单位提供了被寄刑者的联系方式 以及 寄刑进被寄刑单位盖章之后 寄刑应当交由注册官司直接寄发 谁直接去寄呀 注册官司 但是这份寄刑是要被寄刑单位盖章了啊 盖章之后你看他改动相关信息没有 改动相关信息没有 我刚才说了我们最好是要空白的要改章 但是不见得每一个事务所每个注册官司都这么做啊 他有的就是寄刑我填好了你被寄刑单位盖章 你盖章你第一 看这个信息改动没有 第二 要注意哦回函的地址也是被寄刑单位提供的 寄过去的地址 是吧 所以背寄刑的联系方式 是不是官方的联系方式 一定要核实一下啊 我们在做题的时候 啊假设直接说 又这个 又被寄刑单位填写信封之后 直接 呃这个直接激发 他这里就隐含的是什么呢 第一 被寄刑单位填写了信封 就说我注册官司 啊 虽然合适了他的 呃被寄刑的信息被寄刑单位盖章之后 又注册官司封起来 然后交给被寄刑单位去填地址啊 你填地址 你填地址他把地址填到别的地方去呢 怎么办 是吧 都填给他 他专门等到一个地方把收回来 背寄刑单位再直接来跟你来回复 所以呢 我们刚才说了 如果题目里面说有背寄刑单位 填写信封之后 寄发 他前一次里面 第一 注册官司没有核实这个地址 第二 寄发 他是 有背寄刑单位寄发的 因为他没说有注册官司寄发 寄刑应该要注册官司 直接寄发 能不能交给被寄刑单位 所以你帮我带过去寄一下 或者你帮我发一下 这一份这一落寄刑你帮我寄一下行不行 不行 注册官司亲自直接到邮局投递 当然了我们现在不见得到邮局了 交给这个直接 这个 这个邮递公司的能源 是吧 不得交背寄刑单位 或者通过背寄刑单位的 他的邮寄设施 他们背寄刑单位 他们也专门邮件量很多 他们也专门的 收发部门 是吧 能不能交给他 不能 不能 再回寒 注册官司可以要求背寄刑者直接书面回复 回寒直接寄给会计师 看到没有 回寒要不要寄到一定要寄到会计师傅所 直接寄给注册官司 就两种情况 第一寄到事务所 或者寒政中心 第二寄到背寄刑单位 直接由注册官司 接受 能不能寄到背寄刑单位 由背寄刑单位转发给注册官司 转给注册官司 背寄刑单位转 注册官司 不要 我们直接从快递 人员那里 收到 这份寄刑 注册官司应当验证回函是否为原件 我们寄出去的啊 要对方在原件上面盖章的 也就是对方给你 给了一个福音件 为什么要给福音件 原件到哪里去了 你要问一下 是吧 何时发建方的名称地址邮错 即印章 签名的意志性 一定要看一下邮错 看下邮寄 看下邮迪的路径 我们现在也可以查得到 是不是从 被寄刑者那里 寄回来的 如果 我们几个回函都在 都不是从被 寄刑者那里寄过来 都可能在 某一个地方 统一寄过来的 那这个我们的寄刑 可能被拦截了 是不是啊 所以这些 都是可能 如果不如果有问题 一定要追查的 这回寒可不可靠 一定是原件 这些呢 你要看一下 回复的路径 是吧 等等 都要注意了啊 包括签名 有的时候 这两份寄刑的怎么签章和名字都差不多 那是不是有问题呢 如果被寄刑者将回函 寄置被寄刑单位 被寄刑单位再将其转交给注册管理事 行不行 我们说直接给注册管理事 能不能转交给注册管理事 不行 如果是转交的 是为 不可靠证据 这种情况下注册管理事应当要求 被寄刑者直接书面回复 再采用更寒的方式 什么叫更寒的方式 什么叫更寒 更寒是不是被寄刑单位的能源跟着的一块过去 不是的啊 我们刚才说 信寒 那个邮寄方式的话 就是什么 直接交给邮递员 快递公司能源 回收也是直接从快递公司能源那里直接回收 就能够控制 更寒呢 也是 我注册管理事直接把信带着 我相当于邮递员 我直接到客户那里去 收回来也是我直接带回来的 这叫更寒 这份寒刑一直跟在我身上 保持了控制吗 保持控制 只有一个环节没控制 就是你交给了被寒子 交给了被寒子 所以在这个环节我们要控制 啊 这要更寒 是不是 注册管理事要确保 在整个过程中保持对寻政行的控制 特别是我刚才说 在 寻政的时候 所以对被寒威 与被寒威者之 被寒威者之间的 串通舞弊 的风险 保持紧确 看到有没有串通的可能性 我跟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啊 真实的事情 这是上市公司案例 湖北的有一家最早的一个上市公司 南田股份 是吧 这是上市公司出了问题的 注册管理想去寒证 想去更寒 那么他这个公司呢在 我们的湖北的鱼米之乡 是吧 红湖 但是他的 开户行呢在什么 在武汉 在武汉 有个开户人在武汉 注册管理想过来对方说 哎 这个你现在过去路途比较远 这个 我们下午 他本来上午准备过去了 他说我们下午专门派车 把你送过去 因为你也不太熟悉啊 那注册管理就同意了 啊就同意了 实际上上午他就在跟银行在 紧急联络 那下午我们 要跟注册管理一块过来 他指定专门的能源 给注册管理回复 这样可不可靠 不可靠 啊不可靠我们后面会讲银行寒证的 银行寒证应该什么 有 到柜台专门的部门 或者柜台或者专门的部门 直接处理寻证函 不能交给他的客户经理啊怎么样的处理 啊你什么 而失去控制你就在柜台里面看着他是不是 直接回复或者 我要看着 你是是不是在电脑里面查询的 啊你查询的信息是什么 你这个是怎么填怎么跟我改章的都要保持控制 这防止他串通舞弊 你到对方 客户那里去也是一样的 啊注册管理就跟寒 一般采用什么情况下跟寒呢如果在客户那里去银行我们一般采用跟寒的方式 啊 现在是吧 啊因为他很重要 这个 当然我们现在又逐渐转为电子寒证了啊银行都采用 电子寒证的回复了 现在银行里面各个银行都建立了电子寒证 平台 啊 这个是 我们的寒证方式会发生一点变化 现在的这个 要求 对于有5B风险的这样的 有重大挫暴风险的 特别上市公司的 这个IPO 我们要求注册关系一定要采用什么 一定要采用 这个 上门的方式 那核实相关信息 这时候你就可以了 对应收账款来进行寒证采用更寒的方式 这是呢这个 我们要对 回寒的过程保持警觉 所以在回寒的时候 我们要向被寻证方了解 有限处理寻证函的 部门和人员 以及处理的流程是怎么样的 我们要了解先了解 然后来确认 处理人员的身份 叫这身份要跟他什么 有没有权利 是不是 权限 包括获取名片 观察公牌 这个东西最好能够把 拍个照 留下来 包括他 包括他什么 在核实的时候我们拍个照片 表明了我们是 实施了控制 观察处理 寻证函 这个处理寻证函能源是否按照正常的流程 认真 处理寻证函 我要看他是否认真 处理寻证函 是否在计算机系统 查阅之后然后做记录 然后要做相关的核对 这一定要注意 好我们再看电子寒证方式 电子寒证方式呢 主要是指哪一种形式 刚才我说的有寒证平台 现在银行有专门寒证平台 还有中国注册华协会跟某个银行专门有个 有个也有个寒证平台 是不是 还有电子邮件传证 这都属于电子寒证方式 那我们说这个微信 以及其他的一些 短信 算不算 电子 回函 我发一个寻证方过去对方回复 搞个微信过来说是的 这个款项是正确的行不行 不行 不行 我们的邮件一定是官方的邮件 地址 传证我们要核实是对方传过来的 所以电子寒证方式我们基本上是能认可这几样的几座 寒证方式 其他的即时的通讯工具呀这个短信啊 都只能算口头证据 我们要取得的是什么 这个书面证据或者电子证据 那我们采用电子寒证方式 一定要对 特定寻证的方式 存在的风险要进行评估 今天教材变了呢一定要对风险进行评估 不管是用寒证平台 当然现在寒证平台风险应该很小 知道吗 现在还很少有公共的寒证平台 以后也有的啊 专门给你 事务所 提供寒证的 这个信息的 回寒信息的 是吧 现在目前的这个平台的都是 这个 能够能够 这个可靠的控制的啊 这个风险要进行评估 采用这样的寒证方式 包括 邮件的方式有没有可能被拦截啊等等啊 我们有没有很好的基础啊 所以它可以采用相应的控制措施 加密的技术啊 电子签名的技术啊 网页认证啊 这一些 为电子形式的回寒呢 创造安全的环境 要发送回收 发送 那回收呢 当注册管理师 对这回函存在疑虑时 假设对方是邮件 回复的 一般我们 一般我们的这个 跟他发的 纸质的 如果我们发的电子邮件形式回 过去的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电子方式的 如果我们发纸质的还有 邮件形式来回来或者传证来回来也是可以的啊 也是可以 是吧 我们一定要与背询者联系 如电话联系 那何时 回横的来源是不是流回的 对方说是的 回的内容是什么 要核实一下 必要是可要求背询者提供 回横的元件 要提供元件 最好是啊 我们认为有问题要提供元件 一定提供元件就上面盖章的 对方盖章的是吧 盖的真的章红的章 不要传证过来的 这样相当于福音的 这次的如果是必要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 这个 电话联系背询者 就说 这里的前提条件 他有个前提啊 就是对方一定是 什么 一定是已经回复 前提已回复啊 已回复 我刚才说了如果是对方 他给你打个电话过来 他收到选择函之后 他给你打个电话说我收到你选择函啊 这个我就不回复了这个我给你口头回复 我跟你说一下这个金额是对的 行不行 不行 那是口头证据 或者他给你 拿个微信拍个照 发给你 行不行 不行 这是已经我们他做了 邮件或 传制形式回函之后 我们 打电话去问 如果他直接微信给你你怎么确认 对方就是什么 背询 到的能源 我们是希望我们收到这份行政行之后 我们是想 来验证 是不是对方回复的 所以他不知道这个图片 这个 他的回函的内容 是怎么样的假设他不知道的话我们假定他不知道我再去打电话去问 希望证实他如果他对这个内容很清楚 那就证明是他回函 就证明是他的回函 所以目前是这样的啊 能不能说我发 一份邮件过去对方跟我打电话过来 不行 是我们跟他联系 来核实 是我们来核实这个情况 不是说他直接什么 这个他以邮件方式或者传证过来之后 那我们就认可 我们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核实一下 这相当于 因为现在你目前你还有相当于什么 你这个技术很难实施嘛有的时候 我们就采用这个最简单的办法 来核实 这回函是他们回的 来保证这个 回函的可靠性 那我们再看几种情况啊 就是 寒证过程中的一些特殊情况的处理 第1个就是 管理层不允许激发寻证寒 的时候 他不允许激发他不难道把注册的捆起来 关在房子里面 当然不是的 当然不是 就是他认为没有必要回函 他也不跟你给 联系方式 那任何信息都没有 你怎么来 你怎么去函证 他只有这客户的名称 因为账上里面 最多我们从发票里面看到他的 全称 当然我们现在信息发达可以去 直接去查 到工商部门去联系到对方去 可以 是吧 那对方不跟你提供信息 你看要求合不合理 如果是合理 实施替代程序 一般很少 有说 我要含证他 那么不含证 当然也合理啊 对方说 我等一会我们有一道例题的 啊 就是对方的这个客户在国外 是吧 那现在呢 新冠疫情很严重 他单位里面根本没能去上班 你怎么办 这要求是合理的 是不是 如果要求不合理 且因 阻挠无法 来含证 这个在实物中很少见了啊 你就视为 省级范围受到限制 并考虑对省级报告的影响 还考虑这个客户成不诚信 所以要判断管理层 要求不实施含证的同时 这原因啊 应当保持职业怀疑 并考虑下的因素 第一 首先考虑客户成不诚信 第二 考虑可能存在着 什么重大的 舞弊或者错误 一般是舞弊啊 错误他是自己不知道啊可能是是吧 有错误他就改过来了 第三 除了这个含证之外有没有其他替代程序 能够提供与这些账户 账户油耀和其他信息相关的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这都是要考虑的啊 那么替代程序 我们如果在 怎么来写替代程序 替代程序就是什么 直接检查这个业务发生的相关凭证 那合同啊发票啊 期后的收款啊 交易的其他相关的信息啊 我们前面已经跟你提到过 如果是 与这个交易收入 确认 相关的直接评证假设有验售单 或者 或者是吗 安装评证 能够确认这笔收入的关键性评证 那你要获取的 在替代程序里面一定要包括 收入确认的关键性评证 另外是对寻哲涵的口读回复 只对寻哲涵进行口读回复 不能视为可靠证据 他只做口读回复肯定不行 是吧 那是不行的啊 我们刚才说即使电子回复了 我们呢 采用打电话联系他是口头确论 口头确论 这个呢 我们一般的认为还是比较可靠 你如果只是 做口头回复 那是不可靠的 我刚才说你用微信回 短信回 那相当于 或者打电话回 是吧 那 都相当于口头回复 我们视为不可靠证据 注册国家可以根据情况要求被寻哲者 提供直接的书面回函 如果认为受到回函 我们 就认为函子很可能无效了 要实施什么 替代程序 如果即使寻哲者没有受到回函 我刚才已经说了 啊 我们可以跟对方联系啊 看他到底收到回函没有 我们可以再次激发群子寻 是吧 然后呢 再没有收到回函 我们 采用什么 替代程序 因为这时候你认为 寻哲很可能无效了 如果回函存在不复事项呢 我们 调查不复事项的原因 看他是否表明 存在错报 有些不复不见的是 一定是错报啊 像什么情况呢 就说 我们假设12月31号我们寒证的是 A公司是200万 12月31号我们 截止到12月31号 我们寒证的是200万 是吧 但是那A公司他在 12月30 30号他就已经什么 已经 还了100万 只不过我们被几单位他没有收到 所以12月31号 账户里面还记录的印售账款100万 200万 记录印售账款200万 实际上他在 年底 就是在最后的一天呢 他该把要还的账 都还了 还了一部分 还了100万 那么呢 对方的账里面记得是100万 我们账里面还是记得200万 因为我们银行可能还有一个结算周期嘛 是吧 这是不是说 一定是错报呢 那不简单 因为我们背行单位没收到 我们背行单位呢 应该印 印售账款还是200万 他可能下个 年度才收到 有可能是什么 有可能截止到12月31号 我们确认了收入 对方呢是什么 大概没有确认他的采购 所以造成了两个记账的时间不一样 或者我们已经确认了收入对方他可能 部分的退回了或者要求折扣折浪 他现在还没有记收入 没记采购 都有可能 这都是路上时间的问题或者有争议的问题 你要的 要考虑 到底是不是表明错报 是吧 你要根据 我们的 会计的一些 准则的一些判断 这个 看能不能 确认 债权 和收入 再看他有时候回函 他可能在 回函中 有一些格式化的条款 或者一些免责条款 或者一些限制性的条款 对我们回函有没有影响 不管是采用指质的 还是垫子形式介质的 被准则的回函中可能 包括有些免责 或者限制性条款 注册款式是否依赖回函信息 以及 依赖的程度取决于 免责和回 和限制性条款的 它的性质 和它的实质内容 我们具体来看 下列这些 回函 有些条款 可能 对回函可靠性 不产生影响的 那有回函中有些格式化条款 可能并不影响 所确认信息的可靠性 什么样的呢 你看啊 他这样的写 提供本信息 仅出于礼貌 我方没有义务 必须提供 我方不因此 承担任何 民事和暗事的责任 义务和担保 这对方的想免一下责 是不是 免一下责 这里呢 确确实实他 这个 没有义务 必须提供 这是实实在在的 不能说他 回复说是这个 金额了他就一定有这样一个责任了 是吧 那么你该 你该 你不能仅仅以我的回复 就直接就认定了 实际上你该 省计的还有其他证据来相互印证的 是吧 这说的一个省计责任的问题 第二 本回复仅用于审计目的 被巡政者 其员工 或者带领的无任何责任 也不能免出注册款式做其他询问 或者执行其他工作的责任 这都是讲的审计责任 和我的责任呢 你不要搞混了 你还 你注册款式 你不能 你还有你的职业判断 是不是 这个都讲的责任 都讲责任 这是讲的责任 责任的问题 没有提到 任何与 我们 函子的信息相关的事项 看到没有 也就是对他的认定 他没有说要免责怎么样 我们看另外一个 那也就是说他这些限制性的条款 与我们所测试的认定 他是无关的 也就是这个信息是无关 与信息 回函的信息是无关的 所以呢不会导致 回函失去可靠性 包括我们其他的不光是限制性条款 还有其他的有些 这个 含证的内容 你看当注册款式 省级目标时 投资是否存在 并使用含证 来获取省级证据时 回函中针对投资的价值的免责条款 免责条款 不一定会影响 回函的可靠性 而有些投资 我只能说他在我这里投资 到底他记得多少价值 随着这个 我的这个情况在变化对方可能 跟我提到减值呢 是不是 那我怎么知道呢 我只能表明 他在我这里有投资 有股份 他的怎么样记录他这个投资的 那我就不清楚了 他简直没有 那我不清楚 这对不对呀 因为我注册款式省级目的就看那里存不存在吗 你回复说存在 啊 那个价值 他的免责条款 他对方他也对方也说我不 确认他记录的价值是否可靠 这是可以的 好我们看另外一种回函 啊另外一种呢限制性条款 可能对可靠性产生影响的 本信息从电子数据库中取得 可能不包括 被寻证者 所有的 所拥有的全部信息 啊他说 这个 我们 我们审计就是要获取相关信息 他都可能不包括被寻证者所拥有的全部信息 我要的这个回 这个回函有什么意义呢 是不是 啊第2个 第2种情况 他说既不保证准确也不保证最新 其他方可能会有此不同意见 我 就意思要你确认这个信息 你又不保证准确也不保证最新 那有什么意义 这有认定与信息相关 接受人不能依赖 寻证行中的信息 他说你不能依赖我这个信息 凡是这里讲的 涉及到信息和认定的啊 这信息的 那什么 我们认为 可能影响这个信息的可靠性 是吧 也就是 注册会计师呢 这个 如果限制性条款 使注册会计师 将回函作为可靠 证据的程度受到了限制 我们认为受到限制 注册会计可能需要执行额外的 或者替代程序 这是 受到限制的情况 啊 所以我们有一个总结 如果提到责任 我们是不会影响 回函的可靠性 如果 提到信息 我们就是要 就是要我们含证就是要获取这个信息 他的准确完整 他的计较 那你 或者他的存在 你又保证他不是最新的 保证你不能利用这个信息 那我这个含证有什么用呢 这是影响回函的可靠性的 我们看这样一道 单选题 下列有关 循职和回函的可靠性的说法中 正确的是 A 被循职者对于含证信息的直接口头回复 是可靠证据 这就不对了吧 由背形单位转交给注册会计师的回函 不是可靠证据 这是对的吗 不能由背形单位转交啊 应该有直接注册会计师直接接受 接受 以电子形式收到回复 不是可靠证据 谁跟你说电子形式收到回复不是可靠证据 没有 他也有有些电子和平台 那 他证据很可靠 群职行回函中的免责条款会削弱 回函的可靠性 是会削弱 但有的不见得一定削弱 是吧 所以这个呢你要说正确的话 他会削弱有可能会削弱 这样可对 会削弱就好像 就是 就相当于 一定削弱就只有削弱这一种情况 有的时候 不见得会削弱 是不是 他不影响 回函可靠性 这个呢 是什么 这个呢我们就认为 不正确 认为不正确 所以呢 正确的 就应该选 那我们看这样一道简大题 这道简大题呢我设计的目的呢就是让大家了解 在函字中的各种情况 这个呢 跟你讲的例子呢是有助于你的一些判断 下面呢一共是六个事项 六个事项 要你指出 A注册关机是做法是否恰当 如果恰当 简压说明理由 我们的很多题目都是要指出A注册关机是做法是否恰当 我们的 简大题一般都是判断性的题 所以这个A注册关机特别倒霉 什么 就跟我们英语的 啊 这个李梅一样啊 小明李梅 是吧这A注册关机就是这样角色 A注册关机是在甲公司现场 执行期末审计 为及时获得回函 要求备行者将回函寄至加公司 注册关机作为收件人直接签设了回函 可不可以 回函 应该直接寄给会计师 这是对的啊 这个在前面已经跟你讲过了 我们看 第二种情况 注册关机是收到一方 银行 韩正平台的 电子回函 一银行在寻至函的 信息证明无误处 啊 这个签发了电子签名 为加盖工章 A注册关认为 回函不可靠 啊他采用电子签名不是说盖这个盖章就是 直接就像我们福音节上 扫描这个工章 他用的电子签名 A注册关认为 回函不可靠 如果能够可靠的控制啊 可靠的电子签名 与手写签名 或者盖章就有同等法律效力 所以呢 你能够他不可靠这个怕是判断不恰当的 第三个 因为收到 丙公司的回函 A注册关认师 检查期后收款作为替代 审计程序 查看了 应收丙公司款项的明细账的期后的代方发生额 结果满意 我们说期后收款 他也是个替代程序 他有个证明 丙公司这个期末应收账款是存在的 他只不过在期后还回来了 是不是 那可以证实 这个 应收账款是存在的 这个呢 结果满满意 做的对不对 这是典型的 会计世卫 会计世卫 会计呢就说 题目要求你 这是什么业务 这是确认收入 你就基于一个收入的什么 这个会计分路就可以了 我们审计里面呢 不是的啊 你账上记录的代方收回来了 是不是真的收回来了呢 是不是真的收回来了 要查看 相关的收款的凭证啊 银行的进账单啊 要不要检查啊 你只查看了 丙公司 明细账的期后的代方发生额 你只看到账 没看凭证 对不对 有时看注意一下啊 啊有的说 有的人都说这个不对 啊 他说的他的理由就不正去了啊 他说 不能这样做 应该什么 因为你 未收到荀子函嘛 你徐老师前面不讲了吗 应该再次激发荀子函 或者 你用电话跟对方联系 再次激发荀子函 如果再 这个再次激发没有收到荀子函 才可以 采用替代程序 有的呢 只这样来达的 你没达到点子上面啊 你看他后面的 隐含的是什么 他的只查看了 名气账的什么 代方发生额 只看到发生额 看原始评这没有啊 没有看 所以呢 这里应该是不恰当 还应该查看 7 后的 相关的收款单据 以正式这个付款方 缺为该客户 且 与我们资产负债表 寄了这个什么 应收品公司这个 款项收获了这个单据啊 跟这个款项是 是还的这一笔款项 知道吗 所以呢 一定要看原始评证 好我们再看 第四个 供应商丁公司 因受新冠肺炎的影响 无法 处理寻证函 他没上班 A主策划机师通过视频 与丁公司 负责处理 韩正能的人员进行了 访谈 并查看了其出事的 公牌和身份证 确认了相关 相关网赖余额 结果满意 有这个确认是客观原因了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你既然你都可以 这个在公卫上面能够处理这份行政行 你怎么不积一份指质的过来呢 你通过视频 通过视频 那视频的话 你是确认了 我只能证明这个人 他什么 这个人他是 是这个人 你确认了 你看他前面 我们做题一定要注意 这里面有 这个 一般先介绍背景 我们做这样题的 你现在要这样思维啊 我们的题一般有三 三句话 第一 背景 第二 程序 第三 结论 你主要是看 这个程序跟这个背景相不相适应 第二 结论跟这个程序得不得得来 你这里只负责你看啊 他有视频 只查看了他公牌和身份证 你就怎么确认了相关网来信息 结果满意 我们做题的时候呢 这是个经验啊 有的时候你不见得 一定知道这个内容 但是呢你通过 我刚才说的程序和结论 他对不对的上 你程序是说的这个内容结论是另外一个内容 那前面也是一样的 你看到没有 啊 你的 你只查看了明细帐 是不是 你结果满意 也不行 也不行 你明细帐就 你看帐你就知道 他的这个 就确认他的应收账款存在 你没查原始凭证 所以 所以你要注意啊 所以这个 恰不恰当 不恰当 这个访谈属于口头回复 你没有一个可靠证据 啊 你最好说 试他回函 是吧 他告诉你他 他直接把邮件发给你或怎么样 这个 他说现在无法处理邮件 假设无法邮件 那你至少呢 你跟我回复你盖个章也可以呀 是吧 啊 视频上面盖章 也先我作为一个 这个证据我把它 来保留 他说 如果开放了 邮政开放了你再寄回来也可以呀 你这里只是 只是他只是访谈 就确认相关余额 这也是 即使访谈也是一个口头证据 对方说 啊你要相信我啊 我公牌给你 是吧 啊 这个金额是对的 那行不行 口头证据 啊第五 加工是在外地物银行 开有临时的 账户 未受到物银行回函 我们 向他回函 韩证了 没受到回函 A主车款简直来加工是管理层 提供的 网银的截屏 也就是说没有受到回函 我们应该再次跟对方联系啊 再采用替代程序啊 啊 他呢 替代程序啊 没受到回函 他提供了 管理层提供的啊 网银的截屏 网银截屏 行不行 这不是一个可靠证据啊 他提供这个截屏 给你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不行的啊 网易截屏不是可靠证据 应该联系银行取得回函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 在新冠疫情期间 银行他没有能源上班 没有能源上班 那么呢 可能的就是 我们在加工 因为这个 这个银行在别的地方嘛在那里 正好是 这个管控区是吧 没能上班 怎么办 没能上班可以 找他商机银行来回复也可以啊 银行的商机他因为他掌握了所有信息也可以 他授权嘛 是我们刚才说的要考虑授权的情况嘛 是吧 另外的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 确实不能的话我可不可以 观察 背景单位 直接登录网银 直接登录网银 我是看着他 查询的网银 查询的余额 并且我把这个全过程把它截屏 作为 因为我保持了控制 作回函可不可以 通常情况下 这是特殊情况下是可以的 但是实际上呢 也不太正确 因为这里你只是证明了印售账款 你假设是指证明印售账款 这个是可以的 这个是可以的 是吧 直接登录 登录官方网站 并且呢 看他怎么查询的他余额截屏 在特定情况下是可以的 但是你如果说 他还有借款 还有抵押担保信息 能不能从网银截屏里面 获取这些信息 一般 是获取不到的 所以 应该 联系银行来回航 确实 不能回航 那我们现在只能呢 截屏来证明银行存款是存在的 可以啊 这个 要登录的全过程要在你的控制之下 但是呢 你要是证明银行贷款啊等等 这个呢 还在向银行 含证 这个信息的很难 从截屏里面 获取 当然有的 银行里面提供的 要查询有无贷款 有无抵押担保 那也可以啊 上面有 如果有这样的项目 第六个 A注册管理师 你对家公司海外客户 己公司 应收账款进行网证 管理生解释 应收奥密克隆 病毒爆发 导致 己公司 复工 遥遥无期 这个公司老是不复工 不像我们国家控制的很好 是的吗 无人处理寻致寒 管理层不同意寒证 这管理层不同意寒证 A注册管是查询 并证实了己公司所在国家疫情去管控的情况 我们 了解了当地的措施 确实是 可能不能上班 对该应收账款有个实施的替代程序 前面讲了呢 如果管理层不同意寒证 那如果是 理由合理的话 我们可以采用替代程序 就是讲的这种情况 可不可以 是可以的